加利福尼亚州已宣布批准一项为期三年14亿美元的氢燃料和电动卡车充电基础设施投资。 这些资金旨在帮助该州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电动汽车和H2动力汽车目标。 该计划的大部分资金将投入2021年至2023年的充电基础设施。 将有3.14亿美元用于轻型汽车充电,另外6.9亿美元用于中型和重型零排放汽车基础设施。 根据加州能源委员会的新闻稿,这一点。 中型和重型车辆基础设施包括为电池电动和燃料电池商用卡车基础设施提供资金。 此外,还为一般H2燃料基础设施分配了7700万美元。 公告称,此外,还为零和接近零碳的燃料生产和供应预留了2500万美元。 除此之外,1500万美元将用于劳动力培训和发展,另外2.44亿美元将用于零排放汽车制造。 新的电动汽车和氢燃料计划支持州长Gavin Newsom的2020年行政命令。 这项新的资助计划是为了支持加州州长纽瑟姆去年制定的行政命令。 他要求到2035年销售的所有新乘用车都是零排放的,例如纯电动或H2燃料电池汽车。 去年6月,CEC表示,到2030年,加州将需要近120万个EV充电器,以满足纽森目标所带来的需求。 这项新的投资计划与其他基础设施项目保持一致,包括一项基于公用事业的计划。 该计划将在未来5年内将该州的充电站增加38000个。 加州电动商用卡车以兆瓦级充电,也将成为该州未来基础设施战略的组成部分。 去年5月,Walt EV宣布了其意图,创建一个由贝克斯菲尔德太阳能补充的电动汽车停靠站,提供4兆瓦的充电容量,后来将提高到25兆瓦。 该州宣布,紧随乔拜登总统的联邦基础设施法案之后,该法案专注于电动汽车充电站和氢燃料基础设施。 感谢您选择氢燃料新闻网,不要错过免费访问我们的独家电子书的机会,立即注册。 在HFN上关注这个故事和更多信息。